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集中 后风交流大亚 回到4号延长至 毯子衔接台74线 在详细的计划中 似乎遗漏了一个地方 原先的后风交流道只有西入东出扎道 因为当初博士指导风源 距离后风交流道不到2公里 所以原先的国字后风交流道 只见了西入东出扎道 而没有西出东入扎道 现在这个临时东出钢片桥 感觉似乎多余 是作用似乎想分散车流至封科路 不过这个钢片桥的出现 却引发一些后离地区民众 将来上下国次延伸线东向便利性的问题 虽然将来会有风势交流道 但是后离地区上下国次东向 必须行至风势路二段的扎道 必须行至风势路二段的扎道 风势交流道东入西出扎道 风势路二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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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后离东出钢片桥 若是能改个方向 风势路二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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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澳里地区朋友希望将来三峰路能有上国寺的东路渣道 希望这个东珠渣道能改成东路渣道 另外如果能在这边做个新珠渣道 更是完整的后宫交流道 让从三峰路可以连接东向上下国寺台中环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活到四号 后风东入西村沙道 盼网中